第四個 如果做得早就說卡金錢是要怎樣呢 要用來做計算單位 首先一件事就是它可以去計算得到 計算得到怎樣呢 叫做計算得到呢 就是一 兩個的一都是一樣長 就可以叫做計算單位 如果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用農作物 假設我們農作物真的可以做到金錢的話 它會符合其他東西 那會怎樣呢 一棵充 兩棵充 第三棵充 就跟別人說 我買這輛車就值一棵充 買那間樓就值三棵充 到底一棵充和三棵充 到底在哪一棵呢 長短不同的時候價值會不同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拿它來做計算單位 因為每一棵充都不一樣 所以它一定有一個特點 就是一定要荷物精神的 要一模一樣 你才可以作為一個量度單位 另外一個例子 每一棵充的長度應該都是一樣的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很難跟別人說 兩棵充等於兩個一棵充 所以一定要荷物精神 其他一些都不是一個 一棵充的重要性 大不大都不關事 是不是害怕 那這個就好視乎它可不可以做錢 不是Dulable Dulable就是放得久 也不是Dulable 應該是Store of Value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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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乎